兩岸政策協會他的民調 你上網去看 他的民調內容有 他真的是這樣做的嗎 對 他在蔡萊配的問題 之前還有問說 這次賴基德參選 你是否擔心民黨分裂 之後再來講說 你覺得蔡萊配好不好 所以他是引導式的問法 你今天怎麼會蔡萊配 去對柯文哲 柯文哲說不定跟什麼人配 韓哥配好了 他跟小S配 韓國瑜可能跟郭台銘配 那就不一樣 沒有人這樣做民調 這個民調真的非常的奇特 這個民調就是 只是要戳這個事情 就是我有跟大家 上禮拜五講 彭明明講 就是說這樣子現任優先 他只是為了要戳成蔡萊配 現在看起來賴基德的民調 顯然比蔡英文高很多 還有後續其他民調 反正還有一點時間 到4月中 還可以再調一下 他的民調比你高那麼多 其實今天郭寬明 有特別出來講話 他有講對不對 有 他是說 蔡萊配一點意思都沒有 他是回應這一個 兩岸政策協會的民調 說蔡萊配一點意思都沒有 蔡還是賴座總統 這問題要怎麼解決 蔡萊配都已經是蔡座總統 他還看不懂 兩個人過去作風不同 為什麼要蔡賴配 就是為了當選 顯然他對於這個民調 是很不以為人 對 大家知道 顧寬明長期對賴清德的 提携跟栽培 還有他們的感情也好 就會知道說 顧寬明講的這句話 就等於是賴清德所講 所以其實這個話就是告訴你 賴清德他現在 只是沒有跟你講 大家會去問 如果選贏你要不要搭 如果選贏你願意選輸 你要不要願意配合 他不去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他的內心的小劇場是這樣 我才不會跟你拆來配 我就是要 當這個跟俠座的預測不一樣 俠座會覺得說最後他會合 可是那是必須要到說 賴清德輸 而且輸完之後 他也覺得他沒有選擇 前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上演 西洋庭跟孫昌的那一套 勇哥有講過 民進黨的民調都做手 用得說的 剛才調緒了 我都看不出來到底誰贏了 我覺得這個民調要去重視 因為我們在上面 這個民調要重視 哪一個 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還是兩岸政策協會 我覺得三個都要重視 我們在上個禮拜談到 就是說有兩份民調 我們覺得應該要特別重視 我用特別 一個就是我們中時做的民調 一個就是T台做的民調 我們覺得很接近事實 但是現在看起來 綠營三個民調做出來的 我們也應該要重視 為什麼也應該要重視 因為三個民調都顯示出 可是一致性落差很大 對 這個三個民調都顯示出 韓國瑜輸 因為他的共同特點就是 韓國瑜都輸 也就是說3月18號 韓國瑜輸賴清德 3月21號韓國瑜輸蔡賴沛 那麼3月25號 韓國瑜還是輸賴清德 三個都輸的話就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對國民黨來講 這是一個監困選區了 所以它是一個監困選區 那麼就符合 你要引用沈大佬的邏輯了 因為是監困選區 所以符合徵召的定義了 也符合徵召的條件了 因此國民黨可以啟動徵召制度了 不要再用這種初選的 全民調制度 有大大方方的徵召了 對 就直接徵召了 就不要再初選了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高雄就是監困選區 所以用徵召韓國瑜去選 因此國民黨也可以啟動 徵召的制度了 因為是監困選區 可以徵召韓國瑜 我想韓國瑜這一次到 這次到香港 澳門 深圳 廈門 我覺得他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他事實上是在為高雄市民拼經濟 拼他們的福利 為台灣在拼 但是他很快的體會到 原來上面還有一個頭 有個老闆 那麼處處的在限制他 然後不讓他發揮 然後一直在卡他 然後一直在酸言酸語 然後一直在攻擊他 一直在批評他 然後可能他下一次 如果要再去的話 就不准他去了 所以我說可能 我想韓國瑜應該是點滴在心頭 原來你要做大事 不能夠只以高雄市的市長的身分 出來做大事 你要用中華民國總統的身分 才能夠做大事 好 那我們看到了 如果我們以特別應該重視的 特別 那就是上禮拜的民調來看的話 韓國瑜是國民黨內 唯一可以擊敗民進黨 任何一位候選人的 以綠穎的民調來看的話 韓國瑜是輸的 是先監窺選區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我是相信上個禮拜的這個民調 那你還是要重視這個 但是我覺得 對吳敦義來講 應該要採用這個民調 就是我不再搞初選了 我搞直接徵召 因為綠穎的民調告訴我們 要直接徵召 為什麼 因為上個禮拜的民調 告訴我們說 只有韓國瑜可以擊敗 可文哲跟擊敗民進黨的任務 而一位候選人 在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韓國瑜他前面有一大塊石頭 兩個石頭 有兩個大石頭 這兩個大石頭 使他直接出來參選的正當性 被擋住了 一個大石頭就是叫做朱立倫 另外一個大石頭就叫王金平 擋在他前面 可是他沒辦法跨過去 沒辦法跨過去怎麼辦 你也不能夠依賴維漢所說的 由吳敦義的高層來去搬走 不 應該由所有的國民黨的基層 以及所有的無色覺醒的中間的 廣大的選民 來幫韓國瑜把這兩塊石頭搬走 因為他不管是三層的黨員意志 或者是七層的全民調 三層的黨員意志 基層的這些國民黨的黨員 不要王金平 不要朱立倫出來 他們就把石頭搬了一半 然後再由七層的 這些全民調 就是廣大的無色覺醒的力量 把這兩塊石頭都搬走的時候 這個時候韓國瑜就有正當性 順理成章的可以出來選 中華民國總統 我覺得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我就會強烈的呼籲 無色覺醒的朋友們 還有就是國民黨的基層們 還有想要出來選立委的 每天高喊 要韓國瑜出來選總統的 不是只有喊 去動員你的黨員 動員你的朋友 動員你的無色覺醒的支持者 一起來把這個朱立倫 跟王金平這兩塊大石頭 把他搬走 然後讓這個韓國瑜 全面沒有障礙了 他有正當性了 然後就直接被證召 那麼出來選 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 成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走的一條路 不要再搞什麼黨 高層裡面暗黑了 由下往上直接反映民意 問題很多朋友問問說 朱立倫跟王金平該怎麼辦 簡單倒不行 朱立倫去拚三重這個選區 擊敗這個余天 擊敗余天以後 就選立法院的院長 那麼也就是說比他的岳父 當台灣審議會的議長 還要再更高一屆 當下一屆的中華民國的 立法院的院長 那王金平呢 一旦韓國瑜選上中華民國總統 王金平就取代他 去選高雄市市長的補選 可以為他的在地相親打拚 造福上面有韓國瑜在幫你 底下有你當高雄市市長 為高雄人打拚造福 證明你有地方真正的實力 我覺得王金平的出路 也安排好了高雄市市長 朱立倫的出路也安排好了 立法院的院長 大家皆大歡喜 就這樣幹吧 稱我現在賴半仙 就跟他講 你問民進黨到底現在怎麼辦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剛好是兩黨都在推 總統候選的時候 兩黨都在內戰 對 我覺得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說 你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大家心服口服 我覺得重點就在這個地方而已 我不曉得就是說 以民進黨來看 就是已經登記 然後先協調 然後就是初選的流程 他為什麼要做一個 黨內的初選制度 事實上就是希望 總統初選過程當中 選完之後大家能夠團結 而不是有放話的存在 可是現在也有一些人放話說 希望這個初選不要照 現在這個時間給選下去 萬一萬一選下去 賴清德贏的話 民進黨接下來怎麼辦 這我不曉得 但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聽到說流程不要辦 當然最後的方法就是 這樣的一個基本規則完之後 不論是勝選的 或者是落選的 大家能夠逼死 能夠團結一心繼續走下去 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許多人對於 個別候選人有不同的看法等等 說實話 這是一個滿尷尬的時間點 我老實講 有簽 支持小鷹 我先確認一下你是不是有簽 有簽 我也看到 有簽 他沒有到場那天 我的名字有在上面 你名字有上面 那天沒有 那你人為什麼沒有到 因為那天開會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開會 沒有通知你 沒有跟我講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逼他了 我的意思是說 對 不要再逼我就不敢來 我是先這樣講 就是說因為這個事實上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都希望兩個人 不論誰能夠繼續來出現 看起來是最重要的 但在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有一個機制能夠去處理 否則你但沒有機制 你要去處理 其實很難處理的事情 變成說好像 你只會遭遇 我覺得做一個民主戰場 是不好的狀況 同樣為什麼 現在講這段話的原因是因為 回過來國民黨 現在也有黨內的機制 它就是7比3的流程 我現在不曉得說 當然這個可能 國民黨內比我還清楚 就是說他未來會不會 繼續照著這個機制走 你應該先關心民進黨 對 我剛剛講 民進黨我想得清楚 我們就知道這機制走 沒有問題 這個機制是協調 現在大家都說 這個協調是要勸退賴清德 我不曉得 協調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 你有沒有感覺 我不曉得 難道協調機制是要勸退蔡英文嗎 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大家都是半仙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我就說 因為賴半仙在這邊 我不是說 剛才他講了一堆我想 總不能是勸退蔡英文吧 順利 剛才賴半仙講了很多 我想都尊重他的講法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我意思是說 最後我們是希望這個黨 不論推誰出來選 他是一個團結的政黨出來選 好 過程當中 不論最後是提名誰 大家都會看他一樣 就是這個是關鍵 你都支持 不管他提名誰 你都支持 這是一定的 我就說 但是我的民主機制的理由 這才是一個政黨可貴的價值 為什麼會這樣講的原因 是因為我剛剛講說 剛剛國民黨說7比3 然後最後我剛剛看新聞 又說要變貨幹嘛 這為什麼 就是讓他裡面的人會懷疑 他的這樣的一個民主價值 能不能繼續維持住 能不能繼續維持住 我會建議就是說 當然一定是先有機制 才有候選人跳進來 當然我不曉得 尊重個別政黨 也許國民黨的傳統文化裡面 是不按照機制的 是按照大家的人際關係 還掉了 他們的機制其實還沒有公告 他們的出選辦法還沒公告 他們4月才會公告 4月才會公告 OK 那就沒有問題 大家之前都在討論階段 現在是大家在各 4月完之後反正就照劉承跑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民進黨一定會照劉承跑 對 一定 我覺得是這樣子 都已經公告了 公告還不曉得 還不確定 現在要延遲 要延遲8天 不是 他就剩下7天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不論是怎麼樣 我覺得任何的政黨的工作之一 就是徵選政治人才 這是一個政黨 在政治選民唸到 政黨的重點 怎麼就在這件事 我們期待說 兩黨提出來的人選 都是各黨認為最優秀的 然後就下去選 然後讓人民來決定選 現在民調看起來好像賴清德 我說各方民調做參考 我就這樣講 各方民調做參考 有的民調寫誰 我覺得都尊重 我覺得最後的結果 還是會透過這樣的計劃 最後民調不是最後的解決 你們是民調 你們是全民調決定 你們是全民調 對 我們是全民調 所以你們民調是最後的解決 不是 我就說最後總統 能夠成為總統不是靠民調 不是靠選票 當然是靠選票 如果民調就能決定 我們大家就回家休息 就做民調就好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最後還是靠人民的投票來決定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民主機制的尊重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我很尊重 至於各方的民意調查單位 他是出於公正客觀 還是還有另外的想法 我不曉得 但我都給予尊重 我相信這個做有對 有些民調公司做出來 可能刻意對藍德做得比較好 有些對綠德比較好 我覺得我們不要去 評論某一間民調公司 因為你這樣做的結果 你等於質疑民調公司的 中立性跟公正客觀性 我是覺得這樣子 我們都尊重 我還是講說 就這件事來講 就順其自然 走下去 推出各業良好的候選人 打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選選戰 讓人民覺得 誰最適合當總統 就這樣就好 所以不管是誰出現 你都支持 雖然你已經簽了 支持 不要再問了 這樣好不好 是的 有 蔡